其實卡丁被壓制的可能性就變得更高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個角色真的是 必須要在非常特定特定的情況下 或者是你必須要在BP上去設計一些陷阱 讓你有覺得拿到這個角色 沒錯那我們也馬上進入到這場比賽的BP環節 其實就戰機上來看 兩邊是並沒有太多的一個差距 而這場比賽BP可以看到JD這邊先按了一個新朵拉 但是以往我們看到就是你可能先按新朵拉 可能會透露出一點你想選柔翼的訊息 但這場比賽卻曹要選柔翼嗎 我不太相信 我不這麼認為 然後在另外一邊的話 NOVA依舊是往這個AD上面去做封鎖 先按了一個雅飛D 然後三場的話等一下也會進入到封鎖名單 而J10的話則是按了一個Rotti最知名的角色鱷魚 而在上一場比賽應該說在上一輪的交手 其實也是鱷魚造成了J10的一個天翻地圖 不錯 那JD這邊他們是在藍方 所以Race也是算是他們非常仰賴的一個進攻核心 很有可能是必須要滿亮的 那就看一下他覺得用什麼角色來盲亮面對Rocky 是比較有機會 因為Rocky確實是目前在Kurt這幾場比賽表現如此爆炸的情況下 他看起來是以對線實力來說 在PCS當中迷列前茅的選手 然後最近這比畫R是開了出來 這有R我還不拿 而且這個R就是一個可以做上中錯位的選手 對 特別是在JD當中 血巢他基本上玩近戰角色的比例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所以這個角色對JD來講藍方首選的價值 我相信是比賽特更高一些 對然後既然好運點開出來這NOVA 當然也是沒有太多的一個疑慮 選下來之後這在後面就直接亮了一個這個賽勒斯 當然我們都知道有賽勒斯去打2的一個選項 因為他的大招其實只要亮出來 這對於賽勒斯來講就是一個很好可以去偷的一個選項 我覺得NOVA他們這邊這個賽勒斯選的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好 因為他們現在是紅方 所以他們有一個 喔 哇 你這在選了一個很好給他偷大的角色 喔這邊這樣的話 NOVA我覺得他們的角色的選擇就是 反正就讓賽勒斯跟著2走就對了 因為他在對線上面是非常非常好懲罰2的 這個到天涯海角都會跟到你 不過這裡JD的前兩選基本上是已經把中上的點位都給亮出來 他們想要選一個combo陣 這裡是直接想要來打一波1波combo 然後再選了一個加紋 這裡JD是直接要開大招了 而在NOVA後續的話 當然其實這個整體的一個效果來講 對於賽勒斯也是非常開心的 但是緊接著就是可能會是一首色雷西嗎 因為必須要想辦法他們要化解這個被關注的情形 嗯嗯 這個來看看NOVA他們第三選的想法 我選一個豬女 沒有要保這個好運劫 因為在等一下的話 我相信JD一定是會把像是可能色雷西啊 或者是貪肯齊給一併按掉 那這對於沒有位移的好運劫 他的生存空間其實就堪憂了 我覺得現在 輔助當中順位最高的 對兩隊來講應該都是布朗姆 因為不管是好運劫的大絕 或者是 痾爾的大絕 其實布朗姆都能夠起到一個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布朗姆可能會是兩隊 在第二輪ban pick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順位 然後NOVA當然 他們針對的是小V的AD來做工作 第二個ban就99%會交到Etherail身上 對這裡的話 克麗斯達還有Etherail 這段是在處理好運劫上面 我們會比較常看到的一個選擇 而至於在JD這裡 我覺得以輔助的一個角色 威力還是偏大 這裡依舊是 果然布朗姆 是進入了JD的一個封鎖平單當中 那緊接著而來的色雷西 我相信JD應該也是不會做 可能太多的一個疑慮 而在NOVA這 感覺我們都是已經看到了 這可能就是一個Etherail 那這裡會不會是一個色雷西呢 對於JT而言 他們這場比賽也必須要拿下來 才能重新回到這個前半端的競爭位置 而NOVA的話也必須要想辦法擺脫近期的一個低潮 因為他們在最近的一個比賽 其實是陷入了一個就是蠻不好的一個氣氛 然後他們是昨天還是今天有贏 Alpha一場 Alpha就是我們提到這個捷復祭屏的隊 我今天BAN的是伊瑞莉亞 那這個伊瑞莉亞的BAN非常的聰明 因為其實在昨天的比賽 Alpha就曾經使用過豬女搭配伊瑞莉亞中路的選擇 對在昨天的一個BJD其實也是有使用過 那是BJD 對對對我搞錯了 BJD它的冒玩是有使用過的 然後在NOVA這裡的話 四選是補上了一個納蒂魯斯 那真的是 這真的是沒有要管這個好運節的 這個納蒂魯斯其實很有機會 也有機會錯到中路啦 因為對面選出來的兩隻都是這種近戰型刷線型的角色 那用納蒂魯斯去跟 其實是一個可能的考量 這邊就是貪肯騎加法洛斯的組合了吧 這個下路線究極的一個強勢 而且果然是法洛斯加上貪肯騎 最後一選就剩下射雷希 這個拼圖就大概是長這樣子 沒有不一定的 就要先看到他們有沒有機會把這個納蒂魯斯錯去中路 所以G4究竟手裡有沒有握有納蒂魯斯這張牌 是從去年的一個世界賽開始流行的一個納蒂魯斯中路 這樣比賽有沒有機會可以在BGM看到 我記得上一次好像就是雀巢使用 沒有 拿來拿 惡薩斯 所以這樣子 是賽勒斯中惡薩斯上嗎 那這樣一來比較可惜的點就是 沒有機會去讓這個賽勒斯 100%跟著2的軸 除非他們有機會讓惡薩斯錯到中路去 不過看起來應該是沒有的 而且另外一邊的話 這藍寶其實在前期打上賽勒斯 我自己覺得還算舒服 他其實是可以取得推線的 因為現在賽勒斯不太有辦法組Q 因為他的Q2太難命中了 因為過去這個1加Q的combo現在是被拔掉了 所以一般的賽勒斯會以組W為主 那推線速度就會比較跟不上藍寶 而且以兩邊的一個陣容看起來 其實在這邊 NOVA他們是選擇了一個豬女加上賽勒斯 這其實在前期的一集中也是偏弱的 然後另外一個點就是 最近他們在選擇法洛斯加上灘肯奇 這其實納蒂魯斯沒有錯到中路的一個情況下 代表的是他們是擁有下路的一個Hunter Pick 所以最近在中還有下路的一個對面線 都會持續的一個情況下 NOVA要怎麼樣可以打破更多的一個團隊優勢 我們馬上也進入到這場比賽的開場畫面 在滿月的天空當中 我們也即將要迎來的是今天的最後一場比賽 不過NOVA這裡的話 他們在陣容的一個隱憂就是 他們的中下都會被推的一個情形之下 這個豬女要如何發育 可能就會是NOVA必須要思考的點 其實下路到沒有那麼一定喔 其實 納蒂魯斯並沒有 相對於我們剛剛提到的布朗姆 他並沒有那麼直觀的被灘肯奇Counter 所以下路的對線還不好說 但當然是小V對上mix cross 所以 以選手來講是一個mismatch 那就看一下 JT能不能把握住這一點呢 然後來看一下雙方的一個打野開局 這裡的話看起來 加文這邊是插了一根眼睛之後往下來走 而NOVA的話應該也是想要在前期 讓豬女有一個更好的這個農野空間 所以應該是會避其鋒芒 那這場比賽NOVA他們會希望 能夠盡量的找到主鬥開戰的機會 因為這場比賽賽勒斯他能夠偷到非常多好用的大絕 那以賽勒斯能夠偷到的大絕 特別是藍寶 或者是二的大絕 甚至是法洛斯的大絕 這三個有控制的大絕 搭配豬女跟納蒂魯斯的話 好他們其實是很有主動開戰的機會 但相反過來如果他們是被開的那一方 或者是被對方找一個很好的反開時機的話 他們的陣容當中是沒有人可以包好運節套 所以這個會是他們在會戰當中 必須要能夠避免的東西 對不過這場比賽比較特別的是 雀巢在中路是帶上了一個征服者 這個征服者的藍寶 這在給予G4 G4當然也是帶上了一個征服者的符文 不過現在的話 兩等的套路 這是要換區嗎 來看一下Ryan有沒有意思 這邊應該是有注意到這一點 所以是選擇往對方的藍做入侵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換區 其實我覺得對於G3來講 是比較優勢的 就代表說你的下路是可以無情的壓線 然後上半步的話可能Rest要打的比較貴一點 但是R本來就是一直來扛的角色 就算在前期受到一些輕微壓制 我覺得他也可以完全接受 所以這波 雖然加穩 畢竟在前期對上豬女的這個優勢對決 才可以主動去做的選擇 然後這裡的話把G4給吃掉之後 繼續往三郎去走 這在兩邊換區的一個情形已經發生之後 這對於Nova來講有點算是 就是不得已被逼破的一個換區 畢竟在前期的一個中野比較劣勢的一個情況下 他們並沒有辦法有太多的機會去爭奪這個換區的權利 然後另外一邊的話果然雀巢還是把賽勒斯給壓在了塔下 然後在下半部的一個對局 看起來也並沒有太多交火的碰撞 不過現在反而是 這個厄爾是一直把兵線往二詐斯的塔給推進 主要是因為 豬女他在還沒上三等之前 他的GANK能力是有點平弱 這邊是被看到囉 豬女要被夾囉 那這邊就是 他的三郎沒有反掉 所以他是少反了加穩一彈 而且這邊被迫recall的情況下 上半部的核心也失守 這有沒有機會吃完直接往下走來拿個雙核線 其實是蠻有機會的 我覺得這個就是 JT有把上半部也暫去推薦主動權的原因導致喔 導致這波豬女在看到佳倫華的時候 他是只能選擇趕快拉掉recall的 對這裡的話就算走過中路被對方看到也沒有關係 因為給予中路壓力之後 這藍寶推薦的資旅將會更加的輕鬆 而這個雙核線當然也是唾手可得的 那這個就是JT他們必須要做的 因為他們至少是一隻在 隊伍的紀律跟營運戰術上面 比NOVA更成熟的隊伍喔 所以他們直接利用了一整的套路 就取得了這樣的領先 然後就來看出現的蹲點 中路2打2直接掛點燃回身一練 但是首殺最後是由誰拿下 LVA這邊想要來殺人 G4這邊不斷的被AA 直接A死之後 這邊是直接拿下的首殺 反身Nasty想要來反燒Ryan Ryan這邊打到了半血想換 後面的一個永恆鬥主有沒有機會把效果給A出來 沒有 這個EQ最後是由佳文拿下了一個Double Kill 哇真的是開伏袋開到個爽的啦 這邊直接讓LVA拿到了兩顆人頭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中野開局 我們已經講過了 中野的對決是JT優於NOVA的喔 那這邊雖然說 豬女的反蹲感覺起來是蹲到 但是其實LVA早就已經在旁邊 那前期佳文的作戰能力跟豬女相比 真的是差太多了 新人新氣象 然後後面的話 這裡閃線想要來應換 但是直接一個EQ草飛 Nasty殘血存活啊 這一波對JT的中野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祝福喔 那可以看到現在瞬間就已經拉到了 1000塊左右的一個差距 而且更重要的是Jungle差了兩等 而且又是兩顆頭的差距 再加穩在前期 控到雙和蟹多反一攤野怪的情況之下 這個豬女有一點痛苦 然後另外一邊的話 G4想要來強換 不過剛剛當然也是有一個這個 召喚師技能上面的差距 因為雀巢他是帶了一個點燃 而G4是帶傳送的 所以在那一波的一個團戰 如果說有就是G4他是帶上點燃的話 可能就會把雀巢給先燒死 我覺得這一波 剛剛那一波的換血 感覺NOVA有點像是讓G4在Bait 因為他們知道豬女蹲在後面 但他們也掌握到了 Lava在下面去控第二隻和蟹的資訊 所以這一波比較像是他要去應接2V2 但以組合來看他們是接不太贏的 所以除非他們沒有掌握到家文的位置 不過那一波的進攻我覺得是不應該 不應該進行的 對不過現在的話 家文是全面入侵 而且藍寶還能先動 這對於下路線來講 Mixcore本身就已經被壓 這壓力是很大的 這個可以說是 家文已經主宰了整個召喚峽谷 這邊非常順利的反玩一攤野怪都在吃小龍 哇這僅3分鐘左右 家文就幾乎快主宰了整場比賽了 這非常好的一個開啟 然後再拿一條蜂龍 最T章比賽的一個起手可說是再好不過 上半部前期竹女去跟對方對方野區造成的效果 也就緊迫是死 哇EQ又串飛 這裡沒閃現雖然說偷大回聲想反打交了自己的一個練習 但是最後竹女趕到GFO沒死 GFO這邊用這個藍寶大絕做爭取的一些血量跟時間 剛剛應該是 剛剛是雀巢應該還沒有上到6嗎 因為這裡大招是沒有施放的 這裡好不容易是讓Ryan有機會 可以把這個核線給拿下來 但是雀巢要小心 因為雀巢這邊也沒有閃現 往前一個鏈直接想要來換血 但是這一波雀巢也是有意識的 而且 這個納蒂魯斯是直接 這個走入到了對方的一個紅區 但同一時間他的下路線其實 並沒有那麼優勢的拼線喔 所以你看到郝英傑現在CS已經輸了大概20隻了 那 這種 這種類型的跑線 也就是說我不是因為我有推線的主動權 而去進行跑線 通常就是發生在 我覺得我的AD 打不贏對方 所以我就直接放拼去跑了 比較任性的跑線 但是最後的話 回到線上之後 稍微幫郝英傑補足一點自己的經濟 然後在上半部的一個REST 當然也是有在換區的情況下付出一些代價 但是整體的一個輸臂量也都在還可以接受的範圍 反正他只是個二耳而已 只是一隻老山羊 然後Rocky的話 其實在最近的一個擊場比賽 他都必須要承擔這個 Carry隊伍的重任 因為下路感覺沒有辦法打出足量的輸出 然後Four哥在前面幾場比賽又有點鬆 所以在上半部的一個二薩斯 Rocky覺得這個肩膀沉重 選出的是一個二薩斯 我記得他之前的話都是以這個鱷魚為主 二薩斯的一個印象好像沒有太多 不過在近期的一個比賽 其實二薩斯在PCS的一個登場 我相信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應該就是Rock 蠻有趣的是 加文他選擇的是餘禁而不是戰神 所以他在畢竟這也是經過BUFF過後的餘禁附魔 所以他在前中期的影響力 包含他的坦度 包含他能夠貼到對方Carry身上 給的這個額外加成的傷害 會讓這好像蠻不好受 對但是因為他們打的是一個 這個One Ball Combo的陣容 我覺得如果他出戰神的話 好像也不是不行 就是給到一個 就是這個AD是真的是被關到就會死的那種 而現在是直接開吃了這個預視者嗎 沒有先下了一根眼睛 然後還在做游移 這裡不斷的想要做中路G4的一個GANK 但是已經都被對方給掌握在眼裡了 豬女想要來反蹲 但是兩邊就只隔著一座牆相望 往前EQ出來直接串飛 後面的話G4應該才有E技能 後來看一下直接下了一個等一隻火箭 回生一個私訓招回血 然後豬女甩大絕 這邊反倒是雀巢先把雀巢給殺掉 那此時下來了一個Rocky 應該要先收穫一個雀巢 這邊Lava也必須要將EQ逃走 但是潛到中擊跟得很遠 一個射隊潛暴直接勾到之後 必出一個驚人 但是這個驚人結束 反倒是這一波很肥的一個 佳文直接招到Shotdown 我覺得這邊JD他們比較可惜的點 是他們決定繼續往中野打 你可以看到藍寶他在回家之後 他第一件回補 選擇的裝備是水星之靴 而不是選擇能夠在前行打出更高傷害的裝備 我覺得這個有點打得太穩了 而且他們傷害其實完全不足以擊殺G4 讓G4 讓G4能夠把血量回起來 然後TP又剛好二殺這邊佔據了一點優勢 所以我覺得他們最好做的做法應該就是 在取得了中野的優勢之後 用盔線 然後去進犯下路 因為下路你可以看到 納蒂五十已經不斷的在放兵跑線 所以好運節其實是輸很多的 搭配藍寶跟佳文上到六等之後 這個塔才會變得非常簡單 甚至還有坦肯奇可以用他的大塊躲移 然後來把這個塔的仇恨值給吸掉 想給EQ直接挑飛 後面撞揚直接撞飛一個惡薩斯 惡薩斯這邊沒有大絕了 這可能要死算 Q竟然毀了很多的血量 但是最後人頭 還是有love拿下 這邊一個戰爭律動直接拍死 那G4已經趕到了 Ride這邊剩下兩百滴血 回身想要來反打 但是Ride這邊閃現 直接A了自己的火焰脈 最後是燒死了這頭豬女 然後此時雀巢感到 他的等力之火箭是差一點點 但是這裡G4直接被打到半血 後面還要繼續追擊 最後進到了他的防護底下 但是反倒是JDing這裡又拿下了人頭 自己吐出來後面一個毒蛇直接逼閃 這裡的話下半部也是把這個召喚師技能給打出來了 這在各條路線的同時進攻 不過看起來都是JDing的優勢 這波二殺是沒大的 這邊是 以為是一個二打二 但賽勒斯靠的速度局 只要比藍寶更快一點 但JD找到了一個 適合二的大絕發揮的窄口 所以先打贏了第一波團戰 雖然說 這個豬女膠的產線 有點奇怪 但最後還是讓JD這邊拿到了多一顆的擊殺 然後後續雀草趕來的支援 他的大招是真的差一點點 這可以說基本上是二打三的情況下 JD拿到了一換二 所以對JD而言是可以接受的結果 而且這御視者也拿了 然後這個火龍剛好是 現在這個時間要出生 這裡又想要來助G4 但回生是NOVA直接開啟了這條火龍 JD應該是知道了 這眼睛都已經看到了 可以中路放預視者之後還是可以來搶 但他們是 這邊NOVA是選擇拉掉 沒有第一時間 直接O引去吃 但是二薩斯這裡先靠了 在上路先靠的情況下 這個火龍可能要放 然後二也沒有傳送 所以這波JD是選擇放棄 最後NOVA是 反身拿掉了這一條的火龍 經濟差距是不斷的在縮小 我覺得JD比較可惜的就是 他們在中野取得領先之後 並沒有選擇往下半部打 以他們的組合來說 往下半部打感覺是一個比較 有道理的做法 但他們是選擇 包含是拿預視者也好 去GAM上半部也好 並沒有選擇把重心投資在小V身上 小V這場比賽當然還是有一些吃兵上面的領先 但是感覺以對位上面的一個投資來說的話 領先MixFox其實並不算太多 然後在另外一邊的話 這裡的經濟差距 依舊是沒有太多的一個拉開 大概在500塊錢左右 算說是5對3的一個人頭差 但是NOVA這裡也是把這個火龍給拿下來 這對於他們來說是又少了一些壓力 我自己就沒有很喜歡 確討他選擇先出水星之靴的出裝 他這樣的想法當然是在2v2的時候 不管是賽勒斯的控制也好 豬女的控制 或是賽勒斯的傷害 所以他算是一件在2v2來說 效益非常高的裝備 但我覺得他在取得了前兩顆人頭之後 他的首要目標就已經不是在對面上壓制賽勒斯 而是不斷的把優勢去擴散到其他路線 再更痛一點 可能是法穿蟹甚至極刑之靴都有機會成為考量 不過這裡的話 往藍buff區來轉 大學 來看一下這邊POP的位置能被掌握到 這可能會顏面遇到POP嗎 一個球果打過來看到你囉 直接EQ挑飛 後面的話 給到了一個多位連鎖 反正少了一個彈幕 但是這個驚人 能不能幫POP爭取拖延的時間 但是最後是由小V的破甲件 貫穿了這個娜蒂魯斯 早就該往下半幕打了JT 那這個護甲就可以 讓小V直接把低座塔拿掉了 這個還不來投資我們的V黃 最後的預示者 還是交到了我們V哥的手上 一撞 全部給到小V 小V這場比賽也終於是 受到了一些比較好的彈 但是這裡巨鳳想夾 偷了一個多位連鎖 直接把 哎呀空大了 練也沒練之後 後面的話還有豬女甩到 這邊小V是三甲 三甲之內活不活的下來 沒有辦法 雖然說是連閃三招 但人真的有點太多了 這裡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一開始的一個EQ 直接挑飛POP 對這個就是在中路有兵線主動權 下路也是推薦的時候 你自然而然要想到 就是四殺二的機會 所以這邊JT做得很好 搭配剛剛加穩拿到的預示者 直接先幫小V灌注了 三層護甲的經濟 加上他前面自己推掉了兩層 所以 雖然說後續是遭到了擊殺 但這一波已經足以讓他 領先豪人解非常非常多了 這個錢已經順利的灌到了小V的手中 該閃的招也都有閃掉 但是沒有辦法 人真的太多了 這遭到眾人為憂之死 GFO這裡是拿下了小V的人頭 但是另外一邊的話 這裡拿下了下塔之後 緊接著就是法弱式的一個配線 在護甲上面也是有著亮的一個領先 這個八層的一個護甲 對上一層的護甲 其實加穩很肥喔 加穩看你自己已經把這個十項鬼給出出來 所以等一下JT這邊必須要 呃 逮到 至少是下一條小龍的時候 這邊是一定要尋求開戰機會的 他的十項鬼 確實出來的時間蠻早的 不過這座中塔 其實NOVA正守的還算OK 不過現在的話 卻曹他這裡的大面具是還沒有完成的 而且剛剛二爾在他的TP還沒轉好之前 其實被 呃 二薩斯利用兵線的優勢還有傳送 呃 多跑了幾波線 那這一波呢 瑞斯他現在也上到11等了 所以 他必須要能夠參與到接下來的小龍會戰 這裡的話 瑞斯的是先出了一個日眼斗篷 然後 二薩斯這裡也是把黑切給出了出來 好 緊接著 這邊是一個 視野上面的入侵 直接 侵入到了對方的一個野區之後 這裡 Ryan 可能要再更為小心 不過自己在等級上面是稍微領先 LVA 嗯 而現在的話 小V他的一個多二連鎖 會變成開團的一個選項 走過來 顏面遇到 但是 並沒有戰事的發生 蛛女跟 納迪伍斯都算坦喔 所以這邊JT並沒有那麼急的出手 不過 以現在他們的一個主要目標 看有沒有機會可以 拉二爾過來打一波團 因為 馬上在一分鐘之後 水龍又要出了 好 這兵線主動拳是掌握在JT這邊的 所以 他們是可以更快速的靠近到中路 但 剛好現在這個無敵是 身上是沒有眼的喔 警示Q出來 但是一個一星人回身 丟了一個多連鎖 然後反身少了一個彈幕大絕 G4這裡交閃了 一個EQ直接挑飛了這個PUB 然後反身 再蓋了一個自己的浩劫降臨 那這裡的話 一個等一隻火箭 這是一個one ball combo嗎 後面的話 缺少終於趕到 然後物體此次再開出一個禁忍 小B就被跟得很遠 但是物體即時的一個吞 是救出了這個小B 但是反身給到了一個部分 而且是貫穿了G4 但是這波團戰 確定已經打出 Nasty只能往後想要逃跑 但是直接被PUB的一個鐵錘給捶爆啦 這一波第一波 物體是被集火的對象 但他 算是 站位的還不錯 所以沒有交閃電線就已經拉掉了 但 後續可惜的一點就是 Lava跟Rex的溝通出了一點失誤 看到Rex想要TP 所以Lava決定進去開戰 但 Rex的TP是被Rucky給中斷了 這邊非常關鍵的就是 他的TP被中斷了 導致JT這波以為是反打的空間 反而是 變成了一個人數上面劣勢的團戰 而且 確鑿前稍微晚了一點 雖然說他的這個大絕燒的位置還不錯 但他偏偏他燒到的人 兩個最坦的 並不是重要的輸出 他燒到兩個最坦的人員 有POP列地衝擊的一個納蒂魯斯 還有這個豬女 而後續雖然無敵有吞到小V 但是最後還是受到眾人擊殺 他這個我們只能講 挖挖 剛剛出了十項尾團盒 剛剛 等到RTB轉好 覺得這是一波 完美的 小龍B戰的機會 但反而是在開戰之前 就先被對方給化解掉了 有點萬事俱備 但是 最後那個東風沒有來 這個人說Rucky的 表現非常重要 他剛剛應該是交了 不知道是不是交了閃線 然後硬斷的 不過RTB這邊也交閃了 這波 這個斷傳非常的重大 因為如果 兩邊的商戶都同時傳下來的話 理論上在11點的時間點 RTB他的 會戰張力 搭配 雀巢的大絕 其實是更有機會 給對方的後排造成一些威脅 而且剛剛RTB位置是很好的 這是TP在正後方的一個位置 下來可能就是一個叫揚 然後造成慘劇不斷的發生 不過最後也沒有辦法順利的成功 而NOVA這裡的話是一個 這是預示者 還有下塔的兌換 剛剛在上半部追聽 是拿下了一個預示者 那反而現在JT在 前期選出 這麼樣輕月型的陣容 而且也打出優勢 卻沒有把許多滾動的情況之下 現在要開始擔心 NOVA這個中上兩路 在邊線的無形推線 因為2跟藍寶都不是一隻 能夠在中後期 處理對方邊線英雄 給壓力的英雄 對經濟已經平了 而小V這裡還在想辦法發育 他這裡回家應該是有鬼索 這場完全是小V要一打五了 因為剩下的隊友 能夠幫他做的事情都很有限 我們可以看一下剛剛的一個TP 是怎麼被斷掉的呢 好這邊REST 他稍微找傳了一點點 沒有交閃就直接斷掉 感覺差一秒的時間 這邊 這個TP感覺是有點不夠謹慎 因為其實是在視野當中傳的 所以讓Rocky是相對輕鬆的可以關掉 想家雀巢這裡直接不關塔走出來了 雀巢想說我後面怎麼多利投出 Rocky這邊也開啟自己的劍魔將士 往前的一個W技能 又被攻又被敲又被運 最後Nasty倒下 這一波的繞背喔 JT是完全沒有提防的 貪肯其實也沒有救戰鬥位置 所以只能趁機來壓一波中塔 但小V現在很肥 有兩件公術三件公術裝備 來看他能對塔賺多少傷害 開點 然後還有預示者 這中塔應該是掉了 那這波JT應該 勉強可以接受這個藍寶跟中塔的兌換 但這裡應該是可以送到二塔嗎 感覺不行 那這個預示者 好像就沒有塞到他的用處 沒錯這個第二個預示者就是50塊錢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波的一個擊殺 老實說有點殘忍 這是一頭豬直接從塔後面衝出來 然後剛剛其實是眼睛有看到 但眼睛看到的時候就已經來不及了 哇他是說 不是啊 兵線還沒進來我怎麼就被塔殺了呢 不過他是想把兵線推出去的時候被抓到啊 比較可惜一點 然後後續的話這裡 遊戲機器也慢慢來到了20分鐘 而REST這裡也補出了一個小反甲 而且比較大的差異是在Jungle位置上 我們知道在前期的時候其實Lava 不管是用他的套路也好 2v2打贏也好 贏了對面的豬女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現在Ryan反而是等級的部分反超了對方 那後期要跟豬女比會戰的話 家玩是絕對比不贏的 那當然法洛斯在處理豬女上面還算OK 不過上比賽的話他要面對的是可能 二薩斯還有賽勒斯的一個夾擊 無敵能不能保住我們小V的一個性命 就也是很考驗他的一個功力 這樣Nova的成員的坦度其實基本上是偏高的 除了好運姐之外 剩下四個人都是可以做為前排進場的人 所以要如何保住法洛斯會是一個很困難的地方 即便JT他們這邊有很強的combo陣容 但如果像剛剛那波小龍會戰一樣 combo的對象打在對方的坦身上的話 那其實他在會戰當中能夠發揮的效益會變得低很多 這個對象必須要勝選 不過小V這樣比賽本以為是自己的一個 中野在前期打出這麼不錯的一個開局 可以稍微舒緩一下節奏 但是最後的重擔還是落在他的身上 JT這場比賽他們的選角還有露出一點點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他們有點太仰賴AP輸出了 雖然說法洛斯是一隻AD角色 但他的輸出其實也有一定成分的魔法傷害 所以會讓Nova的坦型角色都可以往水晶靴來走 這個也會讓他們在會戰當中能夠有比較好的發揮 對包含的是賽勒斯啊 豬女甚至我相信後續給到的一個 這個二薩斯應該也是會往水晶之血來走的 這下一條的水龍在30秒之後即將要出 然後Nova在剛剛的一個團戰是率先能夠把第二條的龍給拿下 而現在擺到了中路小V開點 不過這裡的話二薩斯給的壓力很大 這裡豬女在一旁尋求甩大的機會 會最低選擇全員往前進 我們不後退我們往前 這邊感覺是要來搶龍的視野喔 小V這裡走在一個比較差的位置 但是後面有一個貪肯齊先把視野給做好 然後在邊線的話是 二爾對上賽勒斯 賽勒斯可以先把線給推進 二爾已經準備要一個可以傳比較好的位置 這直接傳塔了 所以你只能去 喔來看一下這邊直接開戰 綁綁豬女豬女交金人 然後回身的話老闆被盯著 這邊的話來看一下貪肯齊的一個位置 直接一個大招甩就甩了一個空 這裡二爾撞羊 然後回身少了一個EQ 這是一個1波combo的配合 但是反倒是 烏里這邊先行倒下 小V這邊也被盯上 最後是用烈斬帶走了這個法洛斯的人頭 法洛斯倒下 之後絕天已經上市了最重要的輸出點位 後續的老闆也要收到G4的一個Double kill 然後這邊的話 確實也必須要落荒而逃 但是感覺Nova有機會回身吃巴龍嗎 我們剛剛在會戰開打前 沒多久才講過 JD有combo陣 但如果你的combo陣 沒有打在好運解身上的話 那那個combo等於白搭了 這波二爾居然是選擇直接傳在塔下 然後搭配法洛斯開了一隻豬女 整個會戰當中 Mixbox是沒有受到任何限制在做輸出的 然後烏里是 在會戰的陣中央被對方所有控制跟上 所以更不用說大家後續想要去保小V了 所以這波會戰 JD感覺完全沒有想好自己的剩定條件是什麼 他們就直接去選擇了這波開戰 那 付出的代價就是在23分鐘的時候掉了第一條巴龍 哇不是啊我覺得JD這個陣容 好運解是不可能沒死的 這個會戰好運解是一定要死的 其實最大的差別就是他們選擇的開戰目標 那剛剛二爾選擇傳塔下 選擇傳塔下 就讓好運解其實可以把自己的位置喬得非常好 因為NOVA已經有完全的資訊知道 JD剩下的四個人在地圖的下半部 所以你可以看到好運解非常聰明的 看到二爾一按傳送 就馬上往上半部的河道退 所以JD沒有任何的人可以碰到好運解 所以他們很想要打combo 但是你永遠沒辦法打到好運解身上 來了來了打combo一撞直接燒 Mix來交出閃現 但是後續有沒有機會可以擊殺 一個多維聯手綁到納蒂魯斯 納蒂魯斯沒有驚人 後續的話開啟自己的石像鬼旁河 然後使用咪咪勾 這個EQ有沒有機會可以蓋蠟絕 蓋到交閃 哇塞 這樣還抓不死喔 這都殺不到 哇這一波是交了眾多技能 但這也要歸功於前一波會戰 JD開始太差了 所以導致NOVA的下路雙人線都沒有交閃現 所以這一波他們可以直接把閃現投資掉 然後再利用剩下的Budon Buff 以及JD的成員 重要的大絕掉的時間 然後不斷的來做事喔 我覺得你講到一個重點就是 在上一波的團 甚至他們的下路都沒交閃現 剛剛那波會戰 我們好像還沒有看到重播 但基本上就是JD完全選錯了開戰目標 讓浩雲姐非常無損的可以把自己的大絕整套測完 你基本上已經很早在現在的比賽當中看到這樣的畫面 這個是第二波比較近的這一波的回放 稍撞閃 然後小V想追綁 綁到這個POP 但是POP坦得跟鬼一樣啊 然後浩雲姐再用W加速逃跑啊 最後是和蟹的一個加速讓POP逃出升天 不過現在的一個NOVA 氣勢看長 這瞬間是一個五千多塊的領先 拿了八龍之後 這雖然說有看起來是壓到高地的機率比較小一點 但是他已經拿到了三千五百塊錢了 這一波 如果我是JT的話 我現在要讓時間衝來 我會做出的反應就是我不要選藍寶了 就是在你先選出二的情況下 他就是多了一個錯位的空間 如果能夠在第二輪的BANPICK8 GP而不是藍寶補上的話 其實會相對來說好真真好 校揚一撞這次沒閃 康寶能不能接上 但是好以前玩不得一手大 這好以前什麼東西 這好以前在這後面 直接把泰克基給掃死啦 那這樣子的話 JT這波團戰感覺要潰敗 Lava也被盯上 最後只有Rocky直接帶走了這個佳雲 這幾波的開戰JT 都有點像是絕望的嘗試 對面的成員真的都太坦了 所以由藍寶為核心的這一套這種 基本上在會戰當中是沒有任何招架之力 就算你能夠燒到多個人 只要你沒有燒在豪雲傑身上 基本上這個大絕是沒有任何用處的 這裡想要一波 Nova這裡想要結束比賽 但是發現不行不行 有點危險還是先撤了 這邊JT感覺有點束手無策喔 我剛剛提到的點就是 他們選擇用藍寶跟佳雲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COMBO 但卻是一個沒有那麼好執行的COMBO 你可以看到這一波 每一波JT基本上都從正面開戰 都可以讓好運姐喬到一個最安全的位置 你很少看到在現在的PCS當中 好運姐能夠在一次會戰 把他的大絕從頭到尾掃完 對 他掃完欸 而且他還掃了兩次 他還掃了兩波會戰 也就是說他們沒有辦法 喬到一個正確的開戰位置喔 哇 我的天哪 當今天是四大男配一個射手的時候 你還要從正面開戰 那真的是有點頭太鐵了 哇 這波拿了6296的巴龍POWPLAY 這幾乎是我在目前PCS看到最多的一個巴龍POWPLAY 主要就是在拿完巴龍之後JT 他們在巴龍期間嘗試了兩波的COMBO 都是四到五個大絕拳下 但結果都是趨近於零 但現在對於JT來講他們有一點束手無策了 因為在好運姐出了驚人之後 他是可以很輕易的化解這個1波COMBO陣的 對這波 現在JT 主動開戰的勝算我覺得已經低很多了 除非真的讓Rexter喬到一個好的角度 我其實蠻好奇 在他選擇2的情況之下 對面也沒有可以阻擋2大絕的情況之下 他為什麼沒辦法喬到一個繞背的角度 因為在正面開戰 說真的NOVA的成員真的是非常好應付 那這樣子的話雖然巴龍已經沒 但是至少NOVA有拿到中路高地 然後現在轉下又要開 我們再度來開 撞沒有撞到好運姐 然後回身多文連鎖 又綁到輔助的身上 來看一下好運姐又要掃大絕 但是這個大招燒歪啦 他沒有掃到好運姐的身上啊 我的天啊 但是這一波 最近想要來反擊 老闆直接蓋了一個大絕 小兵 小兵出出位置很好 小兵準備開始輸出 往前直接點死 點死的2殺死 但這時候被甩也是滿狀態 最後也是A死的這個藍寶 但是這一波的團戰是一個E換E收場 這一波JT他們並沒有那麼急的 把combo第一時間全下 在藍寶空大的情況之下 差別在於NOVA的前排 沒有機會碰到小V 因為小V 雖然他們的陣容 已經沒有combo這條 剩一條劍了 但小V的法弱士 是一隻切壇速度非常快的AD 所以在他沒有被太多集火的情況之下 前幾波的會戰幾乎都是在好運姐開大的瞬間 小V跟無敵同時被打殘 導致無敵沒有後續的寶牌手段 但這一波好運姐的大絕交稍微有點粗糙 讓小V其實在整個會戰當中 並沒有受到集火 那JT這一波也相對於前幾波 並沒有那麼躁進的 讓家文直接頂到最前面 所以他們在小V身邊 為他爭取了足夠的輸出空間 但這樣一來也只打成一個E換E 所以還是讓NOVA輕鬆的拿到第三條龍 剛剛小V是狂A 他是A一直A 但是A了那麼久 也就緊掉了一顆人頭 而且他剛剛那一波 他是在有防禦塔的保護底下 去做這一波的進攻的 所以如果在裸露的一個地形 其實賽勒斯是更有機會可以盯上他的 而且剛剛畢竟是在塔下 所以NOVA的反開並沒有做得那麼到位 他們並沒有選擇直接往塔下ALL IN 那我覺得這樣的判斷其實也是正確的 他們附出一顆人頭的換來的結果 其實是多一條龍 所以NOVA現在大可以把節奏稍微再打得慢一點 確保每一波的會戰JT 都只能選擇從正面開 那只要下一波不是在塔下 或者說下一波裝備再好一點 之後其實就很有可能可以直接獲勝 對那REST這裡的坦度也是要逐漸的往上提升 不過現在要吃巴龍了嗎 這裡視野多少乾淨了 不過在追定這裡的話 藍區還是有一些睜眼存在的 所以NOVA也不急 這個豬女目前為止的坦度也是很高 這個巴龍反而有可能會有毒 因為JT的陣容 你要去尋求一個正面開戰 同時又可以打到好運姐最好的機會 大概就是巴龍了 但是相反的其實在這種巴龍地形 對於好運姐他的大招也是一個可以發揮的空間 可是如果你是吃的那一方 你就會在巴龍池裡面 相對來說會比較容易被卡住 但好運姐現在有閃 所以NOVA在這邊其實也是有機會去選擇更貪心的嘗試 而且這場比賽NOVA他們是在紅方 在紅方的話是更有機會被對方給卡住的 但是他們選擇先來推進 順便把野區的資源也給掠奪 RES的這裡是17等的一個等級 不過二薩斯的話也是三件裝備在手 出完了正份盔甲之後 這坦度和傷害都有的一個情況下 JT要如何去做處理 JT落後了將近7000塊錢 小V的經濟還是全場最高 真的是 期待他一打九 好期待他一打九 JT完全這樣比賽的投資就是這樣的選擇 他等一下的話應該是要出這個智慧默認了 因為賽勒斯的話其實 畢竟他身邊給到的一個壓力是很大的 然後現在的話是視野的一個 排除在巴龍區附近的一個爭奪 不過G4是率先去帶線了 NOVA這波不急的 對這邊他們是在邊線英雄上面 有百分之百的絕對推線主動權 所以可以不斷的用邊線來牽制對手 這裡是直接教養 不過這邊的話也代表說如果等一下要打巴龍團 他會沒有二的一個大絕 因為我剛剛也在想的是 如果他是帶著二的大絕去參加這個巴龍團 基本上JT的勝率可謂又掉了可能一成 那就看一下NOVA這邊能夠 把視野扣得多死喔 因為目前看起來他們的視野其實並沒有做得非常的完全 必須要配合好運姐這邊 再把中路的兵線給推進去之後 帶著納第五師一起進來做視野 感覺NOVA他們好像覺得自己沒有贏很多 他們在做視野的時候並沒有走得那麼激進 對還是不太敢往前就比較正大光明的新門踏戶 這邊這個就是個機會了 因為主動的推薦權採用在自己身上 所以這邊賽勒斯在Record之後能夠再拿到更好的裝備 來看一下這邊NOVA會不會決定直接開巴龍 很有耐心 還沒還沒做視野而已 NOVA還在等這裡是一個釣魚戰術 但是會不會釣到魚 在等 巴龍是也全黑一個兆 你沒在吃巴龍 但是這裡是直接走出來 先把中路兵線給清一清 不知不覺這J team的中路兵儀也是重生了 以紅區應該說紅方要去吃巴龍 你需要做視野的位置 大概至少要做到這個三郎前面的草叢 如果你能夠把那前面的草叢 的視野給顧住的話 那對方探巴龍的難度就會相對來說增加很多 對然後現在的話J team他們 這個步步為營一步一區很小心 而且你可以看小V他是2-3-1的裝備 然後這個好運點是407的裝備 但是這個小V他的裝備是直接多了一件 畢竟在前面前期的營運階段 J team是花了非常多的資源 讓小V直接拿到了五層護俠的金錢 當比賽必須得靠V黃 V哥必須得站出來 但是選擇先來打這條水龍 這條水龍對於NOVA來講也是一個龍魂點 如果一個四坦克的陣容再拿到水龍魂的話 這小V真打不動啊 這個真的打不動 這個再出個兩件實行宣告都打不動 但Ryan的話這裡蹲在了附近 老闆感覺想挑 但是挑一個豬女會是一個好的選擇嗎 這邊是有豬皮的 反正是他的一個直降鬼盤盒 這邊Race的叫羊一撞 這次Como有沒有就可以來配合成功 Ry這邊被燙得不要不要 PUB這邊也開啟自己的直降鬼盤盒 然後回身後G4加入了戰場 一個壯士直接撞飛了一個輔助 但是反正G4是叫了羊 這是一個假羊撞到了一個老闆 但老闆這邊趕緊叫出自己的EQ往後走 這波沒有人倒下 G4回身懷想要再換 但是Race的趕緊叫出自己的熔岩俯衝 哇這波我覺得JT的主動開戰其實已經做得不錯了 然後COMBO其實也都有接到 但你看一下NOVA的血量 要回滿啦 基本上是沒有掉太多的喔 所以小V即便他發育這麼好 然後輸出的這麼用力 他能打傷害其實都非常有限 欸雀巢不要雀巢交閃 雀巢這邊要被盯上 雀巢這邊被Q到雀巢這邊死掉啦 哇雀巢沒啦 小V這邊也被盯上 這裡被吞進去交錯小線 小V不斷在輸出 小V交錯自癒 但是後續的話 無敵也是受到NOVA重人擊劍 閃現過去的E技能 小V這邊可不可以把G4給秀掉 沒可能 看起來是沒有任何的辦法 這個EQ在空中 直接被Mixer閃現過去的地方 泡蛋給彈死 那這邊理論上應該是要一波倒了 喔 Rion還在吃小龍 然後NOVA有別的想法嗎 這應該是要GG了 哇我 哇 其實在這幾個禮拜跟JR搭配以來 我就一直非常想要講一句話 就是在我們轉播JT的比賽的時候 我非常想要講一句話 我真的沒有想到 在這個台上說出 JT輸了 是這麼讓人痛苦的一件事 恭喜NOVA在這場比賽 第二輪的交手當中 對JT取得2比0的對戰領先 那這場比賽的話也是 恭喜NOVA 這在34分鐘的時候 最後還是 這個對上JT取到了一個2比0 但是 沒有我覺得這場比賽就是 嗯 該怎麼講 你要我幫你地位升級嗎 不用 不是啦 不是沉重啦 OKOK 就是感覺在 空殼上面都 出了一點 就是那個好英俊真的沒有理由可以活下來的 他們是選擇一個這麼樣的one ball comparison 我覺得其實 到了會戰期的時候 好英俊能活下來就 不太能算是 他們有什麼打錯或什麼樣的問題 因為他們在那個時間子其實已經在一個不利的問題下 比較大的問題還是在前期 當 呃 藍寶舉得天虎開啟 兩顆頭交到佳文手上 終於已經有完全的主動選擇 豬女前期發育極度落後的時候 JT並沒有選擇趕快把經濟投擲在那裡 在小B身上 他們沒有選擇趕快的去下路基金塔塔 反而是把 呃 中路自己 自己打出了一次 然後上半路 又打出了一次 之類的 進攻 那讓小B的發育率沒有直接期待 因為他們在面對四坦克的時候 你唯一能夠仰賴的 呃 會戰就是 法洛斯的發揮 就不是由藍寶來取得勝利 所以 藍寶持續的試圖從出裝衝 打法上面想要從中路壓制塞得去 就是一個錯誤的想法 對 上比賽的話 對於一場比賽的話 對於一場比賽的話 對於NOVA來講也是打得漂亮 因為上比賽的話 其實下路一直被我們說 可能是NOVA的一個懶惰 但是 上比賽他的大招是 真的掃得非常好 我們看一下本場比賽的關鍵團戰 那這個團戰是 應該是八龍潛 第一波八龍潛的團戰 你看到這個好運潛 掃大掃得多開心 他掃滿了 掃滿了 掃完之後小B直接被卡開戰場 所以 呃 當你遇到好運潛的時候 你希望 呃 你的會戰的做法是 你可以直接把好運潛送到出會戰 他就沒辦法打出任何的傷害 但反而是這場比賽 NOVA的這種比較能夠做到這點 因為 G4他剛好能夠偷到二的大絕 所以 呃 讓整個會戰的狀況有點顛倒 在有坦肯騎的保護之下 仍然法羅斯被中奧出了那個 所以他即便拿了全場最高的經濟 他打出來的輸出其實也比 CB好運潛高了這麼一點點 對 這場比賽的小B打了22.4K的輸出 然後G4是 打了全場最高 雖然說在前期的2v2 一開始碰撞就輸了 但是 這個賽勒斯最終還是 就是 他好像是一個刺客 你知道嗎 就是 V黃他一直在射 但是 這一個賽勒斯他就是不斷威脅小B的那個人 對 他這場比賽 呃 JT也做得很尷尬的一點 就是他們在 對方二選賽勒斯的情況下 在後續的Pick 全部都還是給賽勒斯爽爽扣 就是 呃 他們在首選的是二 但後續不管是加文 不管是藍寶 不管是 保護士的大絕 其實也都非常適合賽勒斯來做使用 所以 感覺這些JT是他們從 VP之前 在藍方就已經決定好 要打這套WBCOMBO陣容 但 並沒有針對對方的選角去做出相應的策略 那 取得天狐爾開局的情況之下 也沒有把唯一的升級條件 就是讓小V 呃 發育大幅成長 領先對方的坦克 然後透過這樣的方式去 呃 用他們的強開陣 來贏下勝利 這算是他們一個可行性的勝利條件 但並沒有執行成功 對 我覺得這也是 就這樣比賽也體現出來 為什麼 就是 既然WBCOMBO陣那麼強 那我幹嘛不 每場比賽都選WBCOMBO陣 沒錯 其實它是有一些 可以被反噬的手段 而這場比賽NOVA也算是 贏得非常的漂亮 哇 小V 這個 欸你們這樣很壞 哈哈哈哈 放MVP之前先放人家爆頭 等一下 這樣子是OK的嗎 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來看一下本場比賽的MVP 我們交到的是G4的手中 就算我們前面有提到 他在前期受到的針對 但是 基本上後期是 不斷追著小V在打這個 擊殺參與率也來到了88.9% 那其實JD的陣容 也對 這個發育起來的賽勒斯 沒什麼想法 他真的是太坦了 又 又能夠做到太多的事情 不管是控制也好 邊線的分推也好 其實JD好像完全 拿他沒結 對 而且 我記得這賽勒斯 是不是二選 對 他是二選 對 他是二選的一個情況下 但是在後續JD為了要打 這個1-Ball Combo 所以他等於給了賽勒斯 很多可以去偷大的一個選項 所以這場比賽 G4真的是 有人把餅送到他面前 然後他就很開心的把他吃完了 對 但我還是要提一下 就是JD這場比賽 他們其實絕對是有機會獲勝 並不是說他們BP 選下來就輸了 雖然說對面選的陣容 確實 在某種程度上是 有克制的1-Ball Combo 某種程度上 他們四個蛋蛋 是沒有那麼怕1-Ball Combo 沒錯 但藍寶在前期壓制賽勒斯 透過中野優勢去打下這套陣子 這套打法絕對是一個 非常有道理的勝利條件 但JDP沒有實行好 那在這場比賽打完之後呢 我也只能說這個小B真的是挺辛苦 剛剛也看到這有點情緒 對 對於小B來講也是比較可惜 那緊接著是 這個下禮拜的賽程 這個也是 這個應該是今天的賽程 對那下禮拜的話 我們一樣是從 這個禮拜五開始打 那在禮拜五 因為今天是因為有一個 Liav他們昨天 因為一些關係的原因 所以今天是加賽 那在下禮拜的一個比賽呢 我們一樣是會從五點開始打 那要再跟大家這個提醒一次 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到了這個 第二輪的賽程 那第二輪賽程 因為單循環 每一隊只會分別隊到兩次 所以每一次一個對決都是非常重要 所以 好這個是我們現在看這個排名 第一名的話呢是 AX Group War 今天輸掉之後呢是8勝2敗 然後第二名是 卡龍7勝2敗 第三名的Marchi X 是來到了7勝3敗的一個戰機 第四名的BJT也是扶妖直上 第五名的Alva 無勝4敗 第二名的Liav4勝5敗 然後第七名的Jay Team 4勝6敗 第七名的Nova 這邊也和Jay Team 是來到了一樣的位置 而HKA和RSG 就還要再更多努力了 我沒有記錯的話 JT應該現在是 三連敗還是四連敗的狀況 這個 對這隻老牌戰隊來說 是一個禁訊 我們不希望下個禮拜再看到 要調皮爆頭了 陷入了一股低氣之中 必須要好好的去調整一下心態 然後在下禮拜的一個賽事呢 第一場就會是有Marchi對上塔龍 這是一個第二名之爭 基本上是一個第二名之爭 然後接下來的話 是有Liav4對上Jay Team 在第三場的話呢 是AHQ對上Nova 第四場是Jay Team對上HKA 然後第五場呢是RSG對上AHQ 然後晚間的壓軸 將會是有BJD 以及Alpha的一個對決 這是下禮拜的一個賽事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可以期待 而且這個禮拜五第一場就是一個 這麼精彩的對決 甚至會威脅到可能AHQ他們第一名 沒錯 那Marchi跟塔龍是分別打敗了龍頭 所以Marchi大於AHQ 塔龍大於AHQ 那現在就要比一下誰大於誰了 哇這個等泡有點難寫 所以我們大家就可以來期待一下 下週的比賽較量 不過以兩邊的一個狀態來講 因為兩邊都是分別擊敗AHQ的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很大點就是 要看Marchi在哪一方 因為以Marchi現在他們的一個狀態來講 他們在紅方的聲率是真的高啊 沒錯 那就 我們之後可以再期待一下囉 對我們大家可以之後再期待一下 然後對於塔龍而言 目前他們的一個氣勢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能不能這個一舉一舉打敗 然後甚至搶下這個第一名的寶座 我們大家也是可以緊鎖定這個禮拜五的比賽 那我們今天報告說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是伯爵亞 我是賽平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禮拜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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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待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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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